有关于植物养分生产运输 养分来自于分身组织 当然不对啊 来自于谁大家 我们的养分是来自于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是来自于叶的叶肉 叶肉是薄壁组织 所以如果你要用组织来做区分 薄壁组织两大功能 行光合作用及储存 所以选薄壁组织比较好 为什么呢 薄壁组织如果是行光合作用 刚好产生有机养分 如果是储存呢 它也可以提供啊 仓库可以什么 开仓正粮 就是这样讲 就是根的皮层是薄壁组织 它也可以提供它储存的养分 所以养分是来自于薄壁组织的 不是分身组织 分身组织反过来还需要吸收养分 来让它分裂 所以A就不对了 分身组织通常是吸收养分 准备分裂用的 好 看B选项 塞管内的运输 主要的养分是蔗糖 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说植物的塞管运输有机养分 90%以上是蔗糖 5%是氨基酸 剩下5%就是其他 所以B是正确的 它说经部的有机养分 可以向上运送 答案是可能对 也可能不对 不一定 不一定 你可能往上 也可能往下 因为养分可以往上 也可以往下 看你的供需来决定 所以答案是不一定的 所以C就不太好 答案 反对 然后最后一个 叶片中的运输养分 就不需要塞管吗 当然错啊 我们的叶脉 叶脉也有塞管啊 而且是木质布在上 韧皮布在下 也就是塞管在下面的 我们当时在看那个地瓜叶子切片的时候 我就指出来 看到木质布在上面 下面是塞管 也就是所谓的韧皮布 所以它也有韧皮布的 也有塞管的 在叶脉里 好 以上这是 那个第十八题 只有B是正确的 光合中用算是葡萄糖 很好 它在业余体面是葡萄糖 然后就要看 你现在要直接储在这里吗 葡萄糖会直接变成淀粉 如果你要运输 葡萄糖会直接转变成蔗糖 换句话说 我们当时在销光合中用的时候 葡萄糖并不是光合中用的这种产物 这种产物就有两种 不是淀粉 就是蔗糖 那我是先产生葡萄糖 再决定 我要留在这里就变成淀粉 我要带走就变成蔗糖 它不会用葡萄糖运输的 所以葡萄糖只是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动用葡萄糖 因为它是单糖 它运输完你可以立刻用 如果你现在运输的是双糖 你得到之后 你要行有氧呼吸 还要把它分解 所以为什么植物要用双糖 你知道双糖有好处的 虽然它有坏处 它还要先分解 你得到一个摩耳的双糖 分解后 你可以得到两摩耳的单糖 它在运输上更方便 因为它经过打包 懂得意思吗 我们是用单糖运输 坏处就是 你运输一末的葡萄糖 你最后细胞也是得到一末的葡萄糖 运输上效率会普通而已 但植物运输一末的蔗糖 到了细胞会得到两末的葡萄糖 所以我单位时间运输一末的分子 细胞就得到两末的结果 不是在运输上更有效率了吗 这有点像是 有些国家在运输电的时候 电压弄得很高 就是高压电糖 干嘛弄高压 因为高压运输效果比较好 然后到了民间你的家里面 你就要降压了 变成220或110 那为什么你不直接传输的时候 就用低压传输 因为效率不好啊 那为什么你家的电器不用高压的电器 你家电器会烧掉啊 所以有时候会要转换 同理我们植物在运输这些养分 也有类似的想法 就是我不要直接运输单糖葡萄糖 我如果运输的是多糖或是双糖 似乎在单位浓度下 我最后可以得到的单糖会更多 但是我们动物呢 球快 我要马上得到就是单糖 我没有时间分解它了 我没有时间降压了 我一得到就是单糖 我要立刻用 因为我们动物要立刻反应 可是植物可以慢慢来 植物反应比较慢 它可以有效率的运输 慢慢再分解就好了 这是动植物的一个差别